二十四孝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 现在一说起二十四孝 一般都在讨论是不是淤秀 但我们讲历史的 你要光说这个就没意思了 我们讲一下二十四孝的故事 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些故事的本来面目又是什么 二十四孝是元旦乡村教师郭居敬 依据历史故事整理而成 有一位也是讲历史的博主 说二十四孝中的埋儿凤母出自搜神记 这个他就说错了 其实这个故事出自东汉刘相的孝子传 比东晋的搜神记要早多了 在孝子传原版的埋儿凤母中 主人公郭聚那是有钱人 他父亲去世 留下遗产那两千万 这郭聚一分钱都没有 把钱都分给了两个弟弟 自己带着母亲 就寄居在邻居家荒废的凶宅里 在这个凶宅里 他就想把儿子埋了 好凤阳母亲 这才挖出的黄金 还有一个铁券 上写赐孝子郭聚 这个原始版本的埋儿凤母啊 疑点太多 你郭聚家里有那么多钱 为什么都给弟弟啊 自己一分钱都不留啊 就算你高风亮节 也不至于把自己弄到无家可归啊 你都无家可归了 还非得带着老母亲一起受苦 两个有钱的弟弟还都不管 这个故事啊 越看就越像一场刻意策划的大秀啊 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啊 充满了疑点 近代的搜神记 就删掉了凶宅的情节 把挖黄金的地点呢 就改到了野外 元代的郭聚静就继续改 把兄弟分家的情节也删了 本来呀 人家是有钱的人家 在二十四秀里 就直接改成了郭聚家贫 人家是有钱的人家贫